我觉得这一条路就是人没有很多 风景很宽阔 因为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永远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觉得就像阿基米德说的 就是社会创新像是在找一个支点 让我可以撑起整个世界 那为什么是支点 是因为感觉起来可能力量很小 但是创新就在找那过去或许还没有的实力点 能找对实力点 我们可以创造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行动者 为理想的世界努力 在行动的过程中去学会思考和练习谦卑 然后成为一个更喜欢的自己 这是因为非常多有志于社会创新领域的年轻人 他缺乏一个了解 以及进入社会创新领域的管道 我们创立的School28 28所学校 也就是希望未来 所有想进入社会创新领域的优秀年轻人 会把进入社会创新领域 当作一个优先公平的制压选项 在这里我们为你设计了扎实的课程 包含领导力策略思考和问题解决 还有帮助你探索具影响力的制压发展 我们也找到了最好的制压导师 来自于各个专业的领域 透过一对一的导师对谈 协助你思考自己的核心领域和未来方向 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是所谓的行动专案 行动专案呢就是让每位参与者可以组成团队 跟社会创新事业一起工作 然后去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所以在这条路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就是他们可能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这个社会 所以我认为社会创新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最大化 个人跟社会可以发挥的永续长久的影响力 可以去学会不断向这个世界提问 看见问题的本质 然后去思考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它是比较少人走过的路 虽然路径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只要走过它就会留下痕迹 就会形成道路 不要害怕 其实真的就是从你关注的议题 你能做的事情开始一点一点的去累积 我们并不希望你有什么特别条件 只要你有强烈的利他使命感 你有问题解决的思考以及策划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想你大概就是我们期待寻找的理想人才 解决击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